講到這個 演藝圈也說 有時候運順的時候 會講怎麼那麼順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怎麼那麼順 可是運不好的時候會覺得 哇靠 好像來了 對不對 對 那實在是說 你算說 比較柔軟 比較謙虛 你會覺得阿彌陀佛 是很多演藝圈的朋友是這樣 運好的時候他就說 是我的天下了 輪到我了 然後頭就大了 有的時候我們就是 再多年一點再看久一點 你就看那個起起落落 你看大頭的變小頭 嘿咩 你大頭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說 有一天可能會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現在會想 然後很多人都不會想 其實我記得 我幾年前來上命運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我的運真的長得起來 就是那個時候我的八點檔 其實對於我來講 我那時候在 就是友台拍八點檔 就一檔接一檔 剛開始真的完全都沒有 沒有斷過 我那個時候完全 真的是跟劇組相處的人 比跟家人相處的人還多 我還曾經一年 只回去過兩天 除夕跟大年初一 然後大年初一晚上 趕回來初二就開工 但是 近年起之前的三年 就是真的運真是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差到不行 不僅我的健康出問題 然後我的 是運也出問題 就是我那個時候 突然有一檔八點檔 就剛開始那時候很忙很忙 忙到什麼都不行 在忙的時候 然後就緊接 就是緊接檔 然後突然之間 那一檔戲拍一拍沒多久 就被寫出去 就是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被寫出去 然後沒有戲就算 就說等...好 等 然後等就剛開始沒有 就上綜藝 可是因為以往的狀況 就是你休息大概一兩個月 綜藝一上完又回去 其實都是很忙的 可是那時候綜藝上完 因為大概就是連續個 一兩個回合 幾個節目上過兩次之後 因為話題其實開始重複了 你就沒有東西上了 然後戲也不拍 然後那時候超級不順的 而且那個時候 連我身體也出了狀況 就是那個時候 你身體出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其實發現自己 這邊長了一顆雞胎瘤 對... 但是那... 就是長了一顆雞胎瘤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 就是它一直都在我身上 只是沒有發現 而且你知道那兩年 我還曾經去廟裡面 我還去抽錢 就是年初不都是會去廟裡面 抽年孕錢 是 我不騙你 我連續兩年抽到下下錢 那感覺 那氣氛很壞耶 真的... 那個感覺很糟耶 我眼淚馬上掉下來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 很絕望 對 而且被宣判死刑 而且我不騙你 因為我自己每年 都有記帳的狀況 我這三年我的收入 跟我之前比起來 銳減四倍 真的四倍 真的 我年... 那你這銳減四倍 有沒有什麼房貸繳不出來 因為還好 因為之前其實 還有一點存款 有存款 因為我其實 因為很累的時候 你根本花不到錢 我真的很困難 所以你並沒有什麼 操作什麼槓桿操作 就是給家裡 然後那時候就 媽媽也說 你現在比較沒工作 就是沒關係 你給少一點 不要給自己大門大的壓力 有時候你聽起來 就會覺得很痠 其實工作不順的時候 還有其他衰事也會跟著來 人際關係也出問題 隨著工作不順 然後呢 那時候我跟一個 因為其實圈裡有一個姐姐 也跟我很好 然後呢 那個時候反正我們就是 因為一些 其實也是為了 反正就是因為一些誤會 然後兩個彼此有誤會 可是都知道 有一個角 可是就是說不出 就是我也沒有先講 她也沒有先講 然後某一次 聚會我們碰到面之後 我就想說 那因為兩個見面 就有點尷尬 那我就想說 那我先跟她說 那那天晚上 我們從半夜兩點多 聊了聊到天亮 覺得都解決了 可是隔天莫名其妙 就是她臉書就是又寫霹哩啪 可能就是有一些 不開心的文字 那我當然其實當下 因為前面已經有個梗 已經有個底 然後隔天就看到 就會對號入座 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事情不是已經解決了 可是為什麼又會 突然莫名其妙 那我們兩個就一直結著 然後就是中間那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中間人 幫我們兩個人傳達 就是中間人是我們非常 都很相信的 對 然後呢 傳達的過程中 就造成我們兩個人 就因為這樣撕破臉 然後整整一年半 應該是講寧願不要當朋友 也不要有敵人 就是寧願點頭之交 但也不要有敵人 可是你會沒有想到說 曾經那麼好的朋友 怎麼會莫名其妙一夕之間 就變成那樣 那就是那 然後 但我必須說 真的真的事情都會過 因為一年半後 就是反正因為一個 因為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說 他主動跟我說 亮亮工作上 不要有這些敵人 是 所以我們 你年紀比人家少 我們去找人家談 去找人家談 看到底怎麼了 然後那個姐姐幫我 撥了那一通電話 我們因為這樣子 就是把那個誤會給解開 然後後來才發現 原來 原來是中間人的問題 喔 原人傳話 對 那我其實 這個時候我也才檢視 但是我們常常會因為這樣子 覺得說中間人的問題 我們就會怪他 都是他不好 可是這個時候 我檢視到自己 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我自己有一些事情 我的個性有時候太固執 我會不敢去面對 嗯 就是也不想去面對 我會覺得 而且我理直氣壯 我又沒有錯 是 而且我已經 我覺得我已經跟妳嫌不會灰啊 那為什麼妳還要這樣子誤會我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如果我早一點 就是打電話去給那個姐姐 而不要透過中間這個人 就是再打一次電話給他 欸 怎麼了 我們不是都說好啊 就不會讓這個中間人 有這個機會來破壞我們的感情 而且這個中間人 因為我也後來又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不能假於他人之手 就是因為糟糕 糟糕了 然後公親變世主 可是問題是 你沒有辦法想像說 中間這個人 他對你的心到底是什麼 他如果想要在你們兩個人 彼此身上都得到了利益 而不要讓你們兩個結合的話 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來傷害你們 對 好討厭喔這種事情 對 我那時候安慰自己 就是跟我自己講說 沒關係 兩年 連續兩年下下籤了 我再壞就是到這裡了 我不會再壞了 我真的就這樣跟自己說